76岁秦佩与子女聚餐,仅几个月以满头白发,头戴小彩帽捉弄宠物狗。 近日,著名影星秦佩的女儿江丽文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晒出自己与哥哥江文杰陪老爸聚餐的照片,久违露面的秦佩虽然气色红润,心情大好,但满头的白发还是难掩她日渐老去的事实。 只见秦佩斗着一旁的宠物狗,忍不住地挑逗爱拳扭头看她,眼里满是宠溺,像极了一个老顽童,或许正是这样的好心态才让她保持住了年轻的身体状态。 中年时期才开始大火的秦佩,一直以尖角出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秦佩的长相变得更加柔和,气质上也没有了以前那样伶俐的感觉,因此看起来更像一位慈父,这也是她老年后多以好人形象出镜的原因之一。 已经76岁的秦佩身体依然健朗,不少看她戏长大的影迷们都十分期待有朝一日可以再次看到秦佩的经典之作,相信以秦佩的状态,还能继续为影迷们带来更多佳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